亚冠联赛四分之一决赛将于本周中打响,作为目前唯一一支晋级八强的中超球队,天津全舰将前往日本客栈G联赛竟敌录倒路角。 众所周知,间歇期后的天津全舰连遭打击,最终的核心中场维特赛尔,在世界杯后加蒙德贾多特蒙德,而全舰刚刚高加买断的法国前锋莫德斯特也撂挑子不干,为了能够自由转会离开中超,不惜于劳东将撕破脸皮,此番出战亚冠,全舰只有两张王牌可以打出,那就是状态。 一支平稳的帕托和韩国后卫拳竞远,在上一轮中超连载中,全舰终于结束了自己五轮不胜的霉运,以求小胜贵州横峰之后,也让全舰一众球员获得了信心。 虽然压冠比赛会十分艰难,但是很显然天津全舰并没有放弃,他们还是以现在最好的阵容来迎战强敌。 全舰要想晋级,帕托将会是关键,在本赛季的亚冠比赛中,帕托一共打入四球,其中三球来源于客场,分别敲开了百泰杨神,全北现代以及广州恒大的大门。 下半赛季,在莫德斯特的缺席下杨旭渐渐回归主力位置,并且在连赛中发挥出色,此次迎战陆倒陆角,杨旭也将扮演重要的角色。 全舰客战陆倒陆角要做好三点,少丢球,抢进球,重防守,只有这样,回到主场的全舰才有拼搏的余地。 全舰后防线要看住对方的封线双杀,陵木幽默和图巨胜,这两位陆倒球员为球队打入16球,进攻火力十足。 另外,帕托,作为反击的重要节点,必须是10回车拿球减少后防压力。 天津全舰亚冠四分之一决赛首发预测,守门远,一张路,后卫,18张城,三王杰,21拳竞远,25尼浩轮,后腰,七。 赵旭日,八张修为U23,中场,十六郑达伦,三十九王永破,十帕托,前锋,九阳旭。 咬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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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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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